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Mina频道 截止至洛杉矶时间7月8日早上10点 尔湾在市房员共375栋 潘宁交易中有112栋 即将上市19栋 过去7天内过户完成的有51栋 这里刚需房居多 80%过去7天内过户都为3居室4居室 售价在100万至200万美金区间 且大部分这种刚需房还是有小幅度的加价行为 60到90万的房源普遍降价售出 尤其双居室降价幅度更为明显 这一现象也是市场的一个房价回调 去年爆发性的房市热潮 使得无论单房 双房 多老的房子 都会有盲目加价行为 且在高通胀低利率的诱使下 大批量的first time homebuyer 年轻家庭一方面会觉得利率低 还款负担小 另一方面觉得房价不停升高 担心此时不满以后更是一方难求 所以低价位房产需求急剧增大 价位也被炒高了 今年在美联储三次加息以后 这一类的自助性质买家 暂时的退出市场 投资性质买家多找三居室以上 而且需要较新的房源 导致需求大幅度的减少 以至于徒征woodbridge和个别北幕公寓 连排降价收处 100万至200万刚需房源 大部分仍有1%到3%的加价 有些定价合理 地段良好的甚至几天就会卖出 其原因一是因为市场仍有需求 另外这一价位房源风险交对较少 实用度高 而且很多符合呈现 2022年最新jumbo loan 大额贷款额度 97万0800之内 所以无论投资还是自助都较为划算 200万以上的multi million home增减参半 这一类客人通常不受到市场利率影响太多 大部分是现金或者是极少数过桥贷款 这类客人对房屋有明确的要求 比如说风景 占地地理位置 现在的通胀率约在8点几 这个通胀率在过去10年都是属于一个较高的状态 要知道一个健康的市场 通胀率应该保持在2%左右 上一次美国历史上出现的类似高通胀率 在70年代1970 最高通胀率居然达到了近20% 物价上涨飞快 群众购买率变小 利息也涨至近20% 这个高通胀的状态持续了很久 大约18年从1965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才结束 纵观美国利率历史 可以看到Fed根据市场通胀率相应的做利率调节 一般在高通胀的时候 利率就会调整较高 在健康的通胀率之下 利率就会保持在很低的状态 另外如果出现经济危机 比如说08年大萧条以后 也会做出相应的利息调整来刺激经济 Fed控制通胀率也是为了控制物价 房子作为大部分家庭最贵的购买物品 当然要第一个被调整了 房价会跌吗 回答这个问题前 我先表明 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分析市场 不一定准确 但我只想表达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房价不会跌 在说明原因之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什么是房价 合理的房价 经济全商认为 任何物品的购买达成交易 需要有供应 也要有需求 当供应价和需求价碰到一块 你才会得到一个市场价 那么如果一个房子标价太高 变成有价无市 或者是虚高价 这种房子便没有市场 除了在去年特殊状况 疫情 居家上班 搬迁热潮 低利息等因素 房产热潮影响下 很多买家被诱使加价 要知道他们加价后 买的房子便不是市场价 而是市场价加上额外 他们预计或认为 未来一两年内 房价在攀高的通胀率 以及低利率低成本的影响下 做出的继续升高的房价调整的预估 这样在房源短缺 供应不足的市场下 卖家才会愿意出售房子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市场价 应该调整掉这个加价的空间 很明显 利率涨后成本增加 供应变大 市场价不再虚高 或者是盲目加价 因此也回归正常 而且在早期利率刚开始下降时 很多在市房源还停留在 去年的房价预期中 即按照加价后的房价来进行定价 所以近期市场看到很多房子降价 这种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降价 而是回调 盲目加价的空间 回到理性市场价而已 稳定增长的房价 突然骤跌 叫做房市崩盘 而非稳定增长 突然炒高后的房价 小幅度的降价 叫做房价回调 我们看到的房子加价后 卖家赔钱了吗 并没有 而是利润空间变少了 房价增长变健康了 投机机会变少 投资需要更理性而已 回调幅度的多少 也要看区域位置和被炒高的幅度 但是在高利率 高通胀和对经济的担忧以下 步伐也会有个别卖家着急 出现个别的抛售现象 但这个也只是个别现象 并不影响整体大市场 剩为一个社区 如果有200多栋房子 有那么一两动向价了 就代表全社区的房子都不值钱了吗 不是的 你的房子的价钱 在于你售出时的市场价格 如果你只做健康的回调 不跟着抛售凑热闹 不就没有恐慌了吗 另外目前房子降价现象 主要是因为政策影响 而非经济影响 相信如果房产市场发展势头不对 政府也会相应的做出应急调整 世间出租房闹得沸沸扬扬 因为这一两年地方市场租金涨了10%以上 有些甚至涨了20%还多 我们公司管理的很多物约续约时 也不得不提高租金 或者是因为租金差价实在太多 无法合理合法续约 需要重新寻找房客 近期在耳湾个别区域 我看到了有租金的小幅度回调事件 原因是供应变大 不少人转卖为租 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很多卖家急着租出 租金也会发生小幅度的回调现象 不过这也只是个别案例 不影响市场大方向 要知道租金也是会受通胀和利率影响的 通胀高 利息高 房东成本高 租金自然会上涨 租金如果覆盖不了成本 要不差价太多 没有人愿意出租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让我们共同期待 房产市场和租房市场 都能在经济和政策的因素影响下 有一个良好健康稳定安全的成长 我是Mina 下期见